但是现在你知道吗 他韩索了一件特别过分的事 他就去年寒假 他跟我去我家 我根本就不愿意 他跟我去我家那时候 你说我在石家庄 我好不容易回一趟家对吧 我回家我肯定想陪陪父母 而且大过年的 然后他呢 他就一直跟着我 他不走 他赖着我 他不走 我就给他就是那种明理案例 我就暗示他 我说你赶紧回去吧 你赶紧回家吧 他就不走 那些事情你因为什么 你自己不清楚吗 我没什么事 你别乱说话 那个QQ空间里面 回复你的那个人 和你QQ里面的那个人 是你的前男友吧 那我们只是简单地聊天 我们因为在说 你跟他这样说 我觉得你很过分你知道吗 你跟我说过 你们从来没有联系了 可是现在呢 你怎么给我解释一下呢 我们俩根本就没有联系 没有联系 现在有联系有联系 怎么没联系 那我当没态呢还是怎么样 有联系 不怪他 不怪我 有联系 怎么没联系呢 你又要跟前男友复合的孩子 我没有 那他就是 你有啊 你是真笨啊 他都跟前男友联系 骗了你 你去人家干什么呀 我要去过去看一下呀 看啥呀 最起码我要了解一下 他前男友 跟他到底是有没有联系 有联系怎么着 是有联系 我最起码要知道 现在关系是什么样的 最起码要确定一下吧 确定什么呢 没有关系 我给他赔礼道歉 有关系呢 他来我那一块 就是在 有关系 有关系 再想办法呗 你们真是 对一个人什么都不了解 就谈恋爱还往身边招啊 那时候我就感觉 挺合的来的 然后现在就感觉 现在是不是说 我觉得这个人我不喜欢了 我不爱了 但是我想让这个人离开我 这个人说 对不起 我就黏着你了 对 他就那样脑黏着我 你也是够糊涂了 行了 这就算被粘住了 你们看怎么办吧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不了解 却仓促的或者说冲动的下了决定 这回长教训了吧 长教训 对啊 你能告诉我 你现在的感受是 真是说 到这个舞台上来 是因为在日常生活中 我真的受不了了 已经不能摆脱他了是吗 对 真的是摆脱不了了 而且现在我感觉 我每天 就是给他洗衣服 做饭 根本就不是 我现在在这儿也是 你愿意啊 我现在我不愿意了 我一开始我觉得 那个我做那个 他起码还会 那我问问你 如果你真决绝的话 第一 你们合租的地儿 可以不回去吧 我不想回去 但是我搬我东西 他就不让 他就缠着我 拉着我 然后有时候 他就特别生气 他就摔东西 你知道吗 我从小 因为我家里 我爸妈就离婚 然后他每天就跟他打架 然后 虽然他不打我 因为我跟他在几天 我就说你不能动我一下 你哪怕动我一下 我就会给你分手 姑娘 你是不是胖 我不是怕他 真不怕是吗 我真不怕他 你想跟他离开吗 我想他离开 好 那我给你几个建议 第一 跟他说清楚了 为什么要离开 第二 算清楚你们之间的账 如果真没有感情的话 是好像有借贷关系 是吧 算清楚了 第三 第三 不要住在一起了 住在一起 一定是没有任何的 离开的可能 男孩 你有这么不堪吗 是他说的这样吗 没有啊 那能 咱们能不能 自己讲讲自尊呢 你来这里 第一 不完全是为他 对吗 好像一份上海 很不错的工作 你放弃了为了他来 其实不是的 对吗 我就是为了他来到了这边 你想在那个工厂里 继续那种环境 再去打工吗 想吗 想就在石家庄 找一份类似的工作 可以吗 那种环境我不想干的 对啊 那你就不要再说 你不要说是为了他来 你是为了一个 自己想象的 美好的未来来的 对不对 你为了这个女孩来 只是为了来到石家庄而已吗 今后你们怎么过活 对不对 怎么生活呀 如果你真的珍惜 这份感情的话 你应该主动地搬出那个家 你应该主动地 找一份他的实施的工作 然后再对这个女孩 去说我爱你 我可以为你做一切 否则一切都是耍无赖的手段而已 为的就是不劳而获 就这样 好 谢谢曲总 谢谢 谢谢大家